A額 那個人嘴巴開了一個劇 就是屬線的 然後再來,老師右手邊 在正中間那張是三年級的同學作品 這張作品,她得到南區美展的第二名 這是全新北市南區的全部的小學 它是裡面的中年紀的繪畫長第二 很厲害 OK 好來 那也先看過來 剛剛老師講的那一幅畫 你會看到那個人的頭裡面有一個人 人的那個嘴巴裡面有一個人無限的延伸 你覺得這個有可能出現在現實的成果中嗎 黃高麗 黃高麗對不對 所以我要先介紹你一個藝術的主意 這個叫做什麼 超現實主意 什麼叫超現實主意 你叫什麼叫現實 超現實 什麼叫現實 先告訴我什麼叫現實 誰知道 來你說 就是真實的東西 對真實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所存在的這個世界都是現實世界對不對 那所以超現實代表什麼意思 超過 超過現實 超過現實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不可能的世界 所以它有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們用腦袋的 幻想 對 我們誰這樣幻想的很棒 對 用腦袋幻想出來的世界 那其中有一個藝術家呢 他畫的東西啊 全部都是他幻想的 來我們來接受他 來幫我們聽一下 下 好 這個人他是哪裡人 俄國 有沒有知道俄羅斯在哪裡 俄羅斯在哪裡 對俄羅斯在哪邊 在那個 來舉手 在哪邊 他在哪個國家的上面 中國大陸 大陸 對 中國大陸上面一個很寒冷的國家 他的面積很大 但是因為緯度很高 所以他冰天選地了 那俄國就是這個藝術家的 故鄉 那來看一下他畫的畫 那其中我要講的 這是他的很有名的一張畫 叫鄉村 鄉村雨流這樣子 那這一張是他在巴黎畫的 他旅居巴黎 巴黎在哪裡 巴黎在淡水 巴黎在淡水 不是那個巴黎 不是那個淡水對面的巴黎 他叫巴黎 巴黎在哪裡 巴黎有沒有知道在哪裡 巴黎 巴黎 不是那個地方有個鐵塔 喔巴黎 他在什麼國家 法 對 法國首都叫做巴黎 好 這個夏塔爾他在巴黎 當畫家的時候呢 他很想念他的故鄉 他故鄉剛剛講是哪個地方 俄羅斯 所以呢 他從他巴黎的家 外面看出去的景色 他都會幻想成他故鄉的景色 他都會幻想成他故鄉的景色 因為他畫了很多俄羅斯的房子 俄羅斯看到的牛 你在巴黎是不會在路上看到牛的 因為他是一個城市 所以呢 他把他故鄉的想像 畫到他的畫裡面 那另外一幅很有名的這一幅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女生 他怎麼了 青兒 他怎麼了 孫子 他叫孫子 但是他在做什麼動作 他在親親 可是你覺得這個人 有可能出現在現實世界 他做了什麼姿勢 讓你覺得他不可能出現 因為他還起來 舉手 舉手 來 對他飛起來 他親到望無飛起來了 因為夏塔爾很愛他的老婆 所以呢 他就想像他 他每天回家可以跟他老婆怎樣 親吻 然後呢 因為很開心所以他會飛起來 夏塔爾一打開門 就可以跟他老婆怎樣親親吻 然後就飛起來 所以呢 這就是所謂的超限制主義 那老師後面這一些 六年級同學他畫出來的話 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畫 所以呢 你看到第一張 人的嘴巴裡面還有一個他 那他的嘴巴裡面也有一個他 無限的他一直延伸 那你看這一個 第三幅 這個叫做文具公園 他把公園的所有設施都想像成是 由文具做組合而成的 大型的文具 那老師這個後面 你看到這個地球 變成了一支什麼 地 然後呢 變成了他手上的這些 做畫的工具 他還想到什麼 地球就像一個畫家一樣 他把這個世界 用他的方式 然後製造出所謂的花草 樹木藍天這些東西 在他的畫面上面 所以這些都是六年級同學 他們想像出來的世界 那將來你們未來六年級有機會 也會畫到這樣子的話 那現在請你們轉過身 我們到另外一支 要拿來給別人使用的 所以他不能想幹嘛就幹嘛 你不能設計一個杯子 結果給別人用 結果水會露出來 對不對 你設計一支手機 結果這個造型非常的奇怪 拿過來接到耳朵會刺到你 對不對 好所以呢 設計呢他具有兩個目的喔 來幫我唸出來 第一個 實用性 第二個 目的性 他必須要使用 而且他具有一個目的 要讓人類去使用它 所以他跟畫畫不一樣 畫畫你可以隨心所欲 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但設計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他們兼具這兩頂 因此呢 我要來介紹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叫做 海報設計 好在老師的右手邊 這邊有兩張海報 有看到嗎 一個叫田依依 另外一張叫舅舅蔡英文 你們等一下再仔細去看 那個舅舅蔡英文 那我講舅舅蔡英文 你們等一下下個台去看 舅舅蔡英文那一張海報呢 他就真的是用蔡英文總統 那個蔡英文去 用雙關語去講一個人 英文很爛 叫蔡英文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海報 補習班的海報 一個什麼補習班 英文補習班 他要找一個英文很菜的人去救他 所以他利用了蔡英文總統的名字呢 去做雙關 然後寫舅舅蔡英文 你要尋找最差英文的人 所以要救他 要去那個補習班補習 這是一個補習班的廣告 好再來 另外一張秘密呢 你覺得他在賣什麼東西 賣蜂蜂蜜 很棒 賣蜂蜂蜜 你從哪裡可以吃到他在賣蜂蜜 因為有蜜蜂 那旁邊還有什麼 蜜蜂 蜜蜂旁邊還有什麼 哪一個桌 有字 字寫了什麼 字寫了什麼 Honey Honey就是什麼 蜂蜜很棒 來 等一下給你們點 來看這邊 一張成功的海報設計 他就要具備四個東西 哪四個幫我念出來 主標題 副標題 剎乎 內文 下面先不要念 來一個一個介紹 主標題 是海報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要第一眼先看到這個字 所以它必須要最大還是最小 最大 最大 所以來轉過去看那張甜蜜蜜 請問 那張海報裡面最大的字是什麼 甜蜜蜜 對 就是甜蜜蜜 那來看一下副標題 主標題跟副標題的關係 就像班長跟副班長的關係 副班長要幹嘛 副班長 幫忙 答對了 所以副標題就是要幫忙 主標題 主標題講的東西 副標題要幫它 等一下 解釋 所以你看那個甜蜜蜜 它是不是寫甜蜜蜜 結果你看到甜蜜蜜 到底在賣什麼 到底是賣一個很甜蜜的東西 還是在賣蜂蜜 你還不知道 於是它的副標題寫了什麼東西 Honey 補充說明主標題 原來這個甜蜜蜜賣的是什麼東西 蜜蜜 蜜蜜 OK 沒有問題 再來最重要囉 一張海報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插圖 這一題答對我要給兩張講它 有人不能知道海報裡面為什麼插圖這麼重要 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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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它應該要跟它的什麼關係有關聯 主標 對它跟主標題有關聯 再來一點 它還沒講到最重要的東西喔 不要 我給你們提示好不好 古代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蜜蜜 所以為什麼圖很重要 來 可以看不懂 記得很知道 對 海報 你答對了 所以海報裡面的圖 非常重要 而且要很大 你有沒有看過古時候那個通緝犯人的海報 它上面會寫毛毛犯人的名字嗎 不會 它就會畫那個人的臉有什麼特徵 有一顆字有一個刀疤 然後下面寫多少錢 五百萬 它就寫什麼五千兩銀子 你只要懸賞到它有沒有 然後那些人就會把那個紙撕下來 然後帶著它去追犯人 上面不會寫毛毛犯的名字 因為他們那些去追犯人可能是文馬 但是看圖就知道 如果這家店要賣唐婆爐 你會把什麼畫很大 唐婆爐 我如果賣包子咧 包包子 對 那我問你如果今天我要做一張 秀山園遊會的海報 你會在裡面放什麼 秀山園遊會 你來舉手 如果我要做一張關於秀山園遊會的海報 你可能會放什麼在裡面 秀山園遊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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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山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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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清楚 套圈圈 套圈圈很好有遊戲在裡面對不對 還有呢 如果跟秀山有關的你可能會放什麼 就是如果你在那個超長 所以你會放什麼東西 就會畫 你畫什麼背景 超長的 對你會畫秀山國小超長 你不會在秀山國小還以為會畫秀蘭國小的超長 所以呢 你會畫跟秀山國小有關的東西 所以來抓到重點囉 你的圖要跟你的主標題有關係 你不能說我今天要賣床圖儒 結果你把林文森校長的臉放上去 你會想到他在賣床圖儒嗎 不會 如果我今天要畫林文森校長個人的展覽 結果放浩克的照片 你覺得很不合理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圖要跟你的主標題有關係 好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是內文 來下面幫我唸出來 好 內文就是 在裡面 最無關緊要的資訊 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是一個展覽海報 你就會上面寫時間地點票價 但通常都會寫小小的 不會寫很大 你不會看到一張海報上面寫 成人票80元 不會寫很大 會寫小小的 為什麼 通常人都會被圖跟主標題吸引之後 他等一下走很近去看海報裡面的什麼 內容 所以如果一張海報裡面全部都是字 我相信你絕對不會想要看它 只要一撇頭你就走掉了 可是如果那個圖很吸引你 你就會去看它 所以來 我們來複習一下 我這邊有一張海報叫香蕉檸檬奶 來 誰可以告訴我 這一張圖 這張海報裡面 主標題是誰 來前面把它撕下來 來你 來過來 來過來 你覺得那些是主標題 香蕉牛奶 香蕉牛奶很棒 所以我們把它撕掉 好 主標題拿掉了 來 給你一張講看 請問 這張圖裡面的內文是誰 來你坐下 來你 哪一塊哪一塊 你覺得哪一個是內文 這個是內文 Are you sure 這個 這個 確定 不是這個 他長得很像內文嗎 不像 那是內文啊 你要這個還是這個 差不多 快點快點 5 4 3 好 他覺得是這個 他答對了嗎 答對了 你亮過來 好 好 給你一個 好 下一個 請問 誰是副標題 不是啊 來你 空間內文 這個 為什麼不是他 他有寫香蕉牛奶 他寫第一次 你覺得是他 確定嗎 好 那拿掉他 沒錯 他是副標題 他要補充說明 因為可能外國人 他也要喝香蕉牛奶 可是他看不懂什麼 國字 他看不懂國字 所以他可以補充說明 BANANA 有 OK 好 那最後一題 錯分題 哪一個是骨 來 那個 還有別的 我今天準備超級多問題 來 這他了嗎 沒有別的喔 這他才是他 來給你 不吃了喔 好 把他點回去 最後再問 很好玩 好 可以 那可以自己吃嗎 你可以自己吃嗎 下課不要來吃 因為他會壞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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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